这个是2020年 出生率与死亡率 那如果你要去做同期比较 记得吗 同期比较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民国年109 然后再加108 确定 然后接下来把民国年 直接塞到这个地方 他这边就会变成四条线 这应该是你们 很频繁会看到的一张表格 只是我们通常在做的时候 是用图 视觉化的图 来去呈现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就是我把这个 这个值关掉 好 所以大致上在这个地方 那个出生率 出生率是蓝色跟灰色 你看蓝色跟灰色基本上都在上面 各行政区都是在上面 代表这两年都是出生率大于死亡率 对吧 这是同期比较要看的 可是就是有一个行政区 万华区有看到吗 他刚好是颠倒的 还有这边有这个行政区 这个行政区大同区有点不一样 可以吗 然后大安区也有一个是有差别 反正原则上像这两个蓝色灰色 蓝色灰色在上面的 那就是大致上呈现都是长这个样子